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香港有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 就是垃圾徵費 今天我們除了有私生 邀請到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的前任會長 陳子求博士來和我們一起討論這個題目 兩位你們好 港府最近公佈了押後垃圾收費計劃 不少環保組織都大失所望 大部分市民都鬆一口氣 覺得可以推遲一下 環保減費是大勢所趨 但是透過垃圾徵費 其實可不可以有效減費 香港又是否有一個足夠的人民質素 和回收的基建去做減費 師先生 博士有甚麼看法 你先說吧 好 多謝師先生 其實你說的人民質素 我一向都說 香港市民的數值是非常之高的 你會看到在過往 例如在早幾年的交代徵費 這個都是在環境局那方面負責 當時都有很多擔心 再說遠一點的是堆填區廢物徵費 這也是跟物業管理、居民、裝修那些 都有關的 當時也有很多擔心 會否說那些裝修廢物會通街 也是因為你要收錢 膠袋、徵稅那裡 也有很多擔心 但是我們看回 就過了這麼多年 大家都習慣了 也要少許時間 我們看到公共地方 就不會說廢物是通街這樣扔 我們又低估了 我們香港人的數值 當然在今次這個 垃圾徵費政策推出來的時候 其實環保署在過去幾年 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在做 但是今次有少許不同 就不像以前的徵費計劃 只是影響到物業管理、業主 或者只是工商業、清潔公司 這次是因為全民 七百多萬人全部都影響 有很多不同的界別 比如說一些老人的院舍、零售 或者工商業、裝修等等 這些都是影響到的 所以物業管理公司 其實在去年四月 我們已經跟環保署開始有接觸 以及有很多定期的會議 環保署也安排了一些培訓的課程 給一些前線的物業管理人員 然後等他們培訓完之後 就回到管理公司 和他們的業主組織 立案法團、管理委員會 將這個信息去年已經開始滲出 也有一些屋村、屋苑 開始做一些試驗的計劃 所以你說足不足夠呢 在物業管理這個界別 我們覺得不是今天才推出 只不過近期社會的討論也多了 不同界別、不同持分者 也開始擔心 因為殺到埋身了 4月1日過了年 所以近期我們都看到 比如在清潔或回收方面 中國人會有一個習慣 年三十晚 之前就要清一清家裡的東西 但我們看到 在這一個多兩個月裡 這些回收的物料是多了 是有一倍、兩倍以上的 這就是實際的情況 詩先生有沒有甚麼 垃圾是我們生活中 不斷製造出來的 人人都會製造垃圾 所以都會現在面對 為了環保的需要 要減少浪費 減少對地球的污染 因為現在我們 又怕氣候暖化 也有很多資源 人類這樣消耗 其實地球未必可以長期負擔得起 所以要求減低垃圾 減低對環境的污染 其實是全球都想達至的 我記得傳媒在過去 多數批評 為何香港慢過人 現在突然間民間有些聲音 傳媒好像轉軌 就覺得最好不要推 我自己是贊成推 既然這件事影響更大 早一天推出一定比遲一天推出 推出的時候 一定會遇到阻力 因為牽涉到每一個人 政府要勇於面對這些阻力 否則這些措施 永遠沒有機會推出 每次推出都有人反對 當然多些時間 其實時間都很多 政府在之前有沒有去解釋 其實他也有很多環保團體 幫政府在不同的屋苑 主要是公屋 他也有做一些示範 那些 我認為醞釀在全球性 都醞釀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的原因 現在沒有理由 為了一些生活上的不習慣 將大的原則都放棄 所以我不贊成 找到這個理由去反對 勒煞經費 為何現在搞得這麼麻煩 因為政府在考慮 推出這個政策的時候 除了考慮要解決實際問題之外 他亦都希望這件事 是變成全民參與的事 即是透過勒煞經費去提升 香港人對環保的意識 所以才有一些意見出來 是說不要找你們的管理公司包底 最好個人都有參與 其實他是想作為一種環保意識的推廣 人人有責 當然我認為實際做起上來 都是要容許最有效的方式去做 我相信都是透過管理公司一起做 在物業管理界 其實都完全是認同 我們的看法和師生的看法一樣 所以不是4月1日推出來 我們才開始做一些解說 當然在物業管理界 會解說向業主立案法團 管理委員會 居民組織去解說 但我們要面對現實 你看回現在整個地球 我們的立法原意為甚麼 我們先看幾年前的天甲、山竹 去年的一些十號風球 一些極端的天氣 你有沒有想過黃大仙的商場 是可以整個浸透的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這麼嚴重的山梨傾勢 現在都還未處理好 就將整個石澳變成一個孤島 天文台一些科學家也都說了 這些極度天氣越來越多 我們作為地球的一份子 我們是否需要做一些事情 我們不只是為我們這一代 我們為下一代 最重要是我們的立法原意 我們希望真的保護地球 既然法例已經立了 在立法的時候 其實政府也做了很多諮詢 不同的界別 亦給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包括物業管理界 為何物業管理界比較前些 我們去年4月開始 已經跟環保署 就這樣宣傳 用普通的宣傳 我們覺得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要求一些培訓的工作 是落地的 現在我們跟環保署 由去年4月到今天 已經有超過50班這些培訓課程 完成了 所以夠還是不夠 永遠都可以做得更多 永遠都可以做好些 所以我們都是不贊成 再不斷不斷地 市面上的聲音 很難說 你沒有跟我說過 七、八萬人有多少官員 跟你說過 我相信這些事情 都說了不少日子 沒錯 每個人都聽過 不過要具體走起來 你要改變你某些生活習慣 一般的做法 那當然麻煩 對於基層來說 有錢的 最多加少許管理費 我相信要管理公司做多了事 管理費都可能受影響 但基層那些 這一個法例的執行措施的推行 是會對他生活造成一定的負荷 環保一定是要付出代價的 所以政府對基層可能會有一定的 開始的時候適應期 還有一些補貼 我覺得都有需要 師公說得對 例如住公共屋邨那些 其實公共屋邨的住戶 不用交管理費 你也看到政府一方面有體述 所以原本在4月1日 正式實施徵費計劃的時候 政府已經說了 住公屋那些 有六個月由政府派發指定袋 令到一方面讓居民可以熟習 二方面也讓他們看到 減輕他們的負擔 從我們管理來說 其實將訊息很簡單很清楚地告訴市民 其實很簡單 你現在處理垃圾方消不變 只不過你要放垃圾的時候 你目前是用一些消息市場的膠袋 或者你在外面買菜用的膠袋 你只是不用這個膠袋 你是用指定的袋 其餘的東西是無辨 你每天一袋垃圾 就將它用指定袋 就不是用超市的膠袋 包好它 袋好它 然後拿出去扔 其實生活習慣是沒有改變的 只不過就是… 成功高了 要付錢 是的 要付錢 我們最初這個膠袋清稅 由五毛錢加到一元 其實市民已經習慣了 適應了 你見很多時候出去購物 都自備購物袋 環保袋 我都相信這次垃圾經費 原意就是 你扔少一點 你就省多一點 就是污染者自負 有一樣我同意 就是我們配套措施 我們可以做多一點 譬如你那些… 源頭分類再加上就是廚餘 因為現在我們的垃圾裡面 就有30% 整體的垃圾有30%是廚餘來的 這個我們要處理的 如果我們處理得好 那些廚餘能夠在源頭裡 已經處理它分類的話 我相信這個減費計劃 是會成功的 是時間的問題 為了推行一些環保上的措施 會增加成本 是無可避免的 我相信將來我們的社會 花在環保方面的成本 是會陸續增加的 市民應該有這種心理準備 你剛才說 清潔工人不需要執法 她不會幫你去… 我相信管理公司 Wenn 洩施 清潔工人都可能因為條例的推行 會多了一定的工作量 要採取不同的處理方法 以前什麼袋都一起放進去就可以了 將來是否又說什麼袋都一起放進去 有些不會放進去 我們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考慮因素 如果沒有用到一些指定袋 剛開始的時候我已經強調香港人的數字是高的 如果在推動初期的時候 見到一些沒有用到指定袋 這個不等於他們一定是犯法 可能他們未習慣 我倒了60年垃圾我也是這樣做 突然間明天就改變 可能我們都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我們都建議整個社會 如果大家一起推動 好像我們一二一零 我們鋪天蓋地去做一些宣傳 譬如說不僅是業務理公司 我們有很多環保組織 政府也可以撥多一點資源 給環保組織 現在我們新一屆的區議會 他們是落地做事 我們有一些關愛隊 地區關愛隊 大家一起落地去做 做多一點宣傳 搞多一點這些活動 我覺得這個計劃是可以推行的 如果遇到有些袋 明明不是政府要求的袋 你們會怎樣處理 管理公司我剛才說過 師先生我們一定是守法的 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唯有買那些260袋 660袋 然後就把這些 代替他 沒有可能說他不用 因為管理 代替他 然後就去扔掉他 那變成他們不守法的人 造成的代價 要守法的人分攤 這是不公平的 我們希望污者自負 但是我們初期的時候 我們不覺得這個情況 會大量出現 可能是一個習慣 假意事 我相信清潔工人來說 把這些放進大袋 好過去拍門 黃太 你那袋不適合 我不幫你倒 但是長遠 你們是過度期才這樣處理 還是長遠都幫他這樣做 如果長遠都幫他這樣做 不如全部 你們包底就算了 你說得對 但是在管理公司來說 我們是完全不同意包底 因為這個不是立法的原意 不是立法的精神 亦都不是政策的初心 我們是想減費 那些袋 細細有大有小 你要搬的時候 逐個逐個去搬 都未必方便 可能放進大袋 才會更方便 在坊間裏面是有這樣的建議 所以你會見到 近期也有些誤會 有些管理公司收集了不同業主的意見 例如我用大袋 660袋 全部都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真的有些業主用這樣的看法 業主就覺得 你毫一紙 一公升 我買個 這個不是問題 一個大袋都是說11元 他說我一天都可能用不到11元的膠袋 但這個我們就不同意 你問管理公司 是不同意用管理費來包底 你用管理費來包底 例如有些屋村屋苑 他們那些住宅單位 立即要交管理費 有些是400呎 有些是2000呎 有些用得多 有些用得少 沒錯 所以這是初期的時候 在一個適應期裏面 如果說工作方面上 有很多大廈有垃圾槽 全部都放進垃圾槽 你們下面用大袋收掉 這個在運作上是比較困難 運作上是可行 但是這個不是… 唯一就是個人的責任 好像沒有這樣 是的 但是從環保… 不是徵費的原意 就是垃圾徵費的原意 我們都希望達到的目標 就是污染者自負 因為這樣做 就是掉垃圾的人沒有一個意識 要減少垃圾 總之好像以前一樣 這個立法的原意就破壞了 所以你們都是要求他們一代代自己 沒錯 長遠都是要自己買袋 你400呎的單位 可能他用一個小袋 一個中型的袋 就已經可以處理得完 因為現在我們說的是毫一指一公升 這個其實有少許現在我們覺得 可能被人誇大了 誇張了 他們是拿去垃圾房 或是放在後梯 有幾種有垃圾房 有些是沒有垃圾房 沒有垃圾房那些 可能他們現在管理公司 都是放一個黑色的大膠袋 就讓他們用他們可能是超市的袋 就包好垃圾都放進去 這個習慣要改 管理公司不會再放一些黑色的袋 或者放一個黑色的袋 他們就要放進去的時候 都是要用一些綠色的指定袋放進去 然後清潔公用人就做多了事 他們就要把他們的垃圾逐袋 逐袋拿出來 就不是選垃圾是看 有沒有一些很容易看的 是指定綠色的垃圾袋 這樣就處理了 工作是會做多了 需不需要增加人手 這個也要由發團管理公司去談 我寧願讓市民知道 在推行這個法律之下 是會煩一點的 你想像以前這樣的做法 就不行的 所以要改變生活習慣 沒錯 你說我不喜歡這些 這些麻煩我 我寧願這條法例不要過 這個我相信不符合社會 或者符合人類的整體利益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所以大家一起做 全民都一起參與 尤其是環保組織 我都覺得可以多些落區 再加上關愛隊 業主立案發團 或者是地區的分區委員會 區議會大家一起做 所有界別都做 飲食業也要做 甚至乎市民去你那裏買樓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那裏做多一點工夫 來買樓我送一些指定袋 你很受歡迎 要他自己出才有作用 就是要他出 我們拋穿的肉 他才覺得我扔少一點 當然那個數字節省的錢是很微的 只是一種精神 我們最重要是參與 施先生你說得對 最重要是用少一點 是 就是 reduce 是最有效的 然後才reuse replace recycle 最後才想recycle 我們說的那幾個r reduce recycle reuse recycle 是最後的 好 今天也很多謝陳博士和施先生 和我們分享了很多的意見 我們下次的樓市事件再見